我不要和你一起走了 平时走路你就走得很快 远远地把我落在后面 那以后都你走前面好不好 无论走在前面还是后面 以后都不能跟你一起走了 先起来好吗 来 上来 以前不是都说好了 什么事情都要一起面对吗 思悦 周思悦 我在呢 我总是在想啊 长大成人之后的我们 会是什么样子的 会不会像我们高中时候那样 每天活得简单又快乐 会吧 你骗我 你骗我 哪有人分开之后不会变的 我们是不是也会有陌生的那一天 别胡说 你喝多了已经 我没喝多了 周思悦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嗯 不怕乌云追日光 你比星星更明亮 你的未来 就像星星一样 傻不傻 星星她又会反光的 嗯 我不管啊 嗯 嗯 嗯 我说她 会就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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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倩同学 收拾一下东西 搬回来 啊 搬回来 不是 你这也太明目常感了吧 我可是经过了舅妈同意的 我不信她能同意啊 赶紧办案了 你就别八卦了 没有这个时间 你还不会多做两道题呢 快换回去 哇 这就是你说的送我的礼物 嗯 那你为什么想让我坐回来呀 那你为什么想让我坐回来呀 那要那么多 为什么呀 方便讲题 你是不是傻呀 这你都行 你干吗老是我傻呀 我的整个高中生涯 是跟你做同桌开始的 当然结束的时候 也得是跟你做同桌 不然得有 多遗憾 好 宋慈禧你要是看不惯我 你就直接跟我讲啊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我是每次看到你以后 就觉得你真好玩 真想给你搞怪 你是个傻子吗你 我坐着你这么久 你看得不出来我喜欢你啊 那你总对我凶巴巴的还老打我 老是使唤我 让我当你小弟 我哪看得出来你是喜欢吗 你别转移话题 你就直接告诉我吧 你喜不喜欢我 你喜不喜欢我 我一直跟在你身后 我如果不喜欢你 那我喜欢谁啊 那我们不就一地恋了吗 一地恋没关系 说不定 一地恋以后 你看我更顺眼了 我跟你说正经呢 你放心 就算是一地恋 我也不会放开你的 那说好了 你以后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 你不准不接我电话 不回我短信 以后每个月我们都要见一次 好 你不准骗我 不准骂我 你要关心我 好 要是我被别人欺负了的话 你要第一时间过来找我 还有 你节日 纪念日 生日的时候 你就 李宗监 是你们高中的 有印象吗 下一位 各位老师好 我是大一计算机专业的新生 我叫丁宪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你为什么要加入科研消毒 我 牛姓 你究竟想干什么 这样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出国了 假如科研小组不是小事 你会为了他放弃很多事情的 你不是还有动漫社吗 你能忙得过来 我可以忙得过来 我一定会抽出很多时间的 你跟画画我都不会放弃的 我之前就想问你 你根本不喜欢计算机相关的东西 为什么要选择计算机转业 我是为了 为了我 你辛辛苦苦复读了整整一年 你来的华清难道就是为了做这些 你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事情 你在做每一个选择之前 我只希望你能够先想清楚 你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我想得很清楚啊 我说过了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如果出国是你的理由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我会打伤你所有的顾虑的 你放心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能通过啊 我在意的从来不是你能不能通过 我知道什么事情只要你想 你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但是这个选择不是那么简单 只要你还在科研小组 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啊 我一定会考上的 别担心我啊 我怎么这么去啊 周思月 你最近很忙吗 你不是一直想去看看华清 到底长什么样吗 就当去给周思月一个惊喜了 真是 现在是十二月二十一号了 谁陪在你的身边 哪个她 这个她 你是不是挺失望的呀 今天你追的人啊 她不在 那你就当着大家面儿 重献一下 你在男生宿舍楼底下的表白场面 让我们也见识一下吧 你在这儿当服务员啊 啊 在这儿打工 晚上那个客人把你给投诉了 我们现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不要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 以后我再管你 我是不是孙子 你就能肯定你对我的感情是友情 不是爱情吗 不能肯定 对 对 对